169.淺江晚報 金華農行重拳打擊銀行卡網上非法買賣 2015年7月27日接中城市財經J03. 金華農行重拳打擊銀行卡網上非法買賣 為有效抑制和打擊網上非法買賣銀行卡的違法犯罪行為,維護公平誠信的社會環境 今年3至6月份,農行金華分行在全行範圍開展了聯合整治銀行卡網上非法買賣專項行動 截至6月末,該行共倒席非法開卡7章、倒席電信、電話、網絡詐騙39起 為客戶挽回經濟損失50萬元 據悉,本次聯合整治銀行卡網上非法買賣專項行動 由中國人民銀行、工業和信息發布、公安部、工商總局、銀監匯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聯合發起 作為全國聯合整治銀行卡網上非法買賣專項活動的重要一環 商業銀行的職責是規範管理、網件協查、交易監測、宣傳教育、報送信息等 活動期間,根據農行直江省分行效法的可疑線索 農行金華分行對2014年1月後開展的銀行卡相關業務進行了排查 重點檢查業務辦理的合規性、客戶信息保護措施的有效性等 檢查面達8% 通過所有網點對2013年以來使用外省身份證開護者記卡進行檢查 致查面達8% 農行金華分行環組織工作人員進農村、進社區、進工廠 通過發放宣傳職業、張貼宣傳海報、擺放宣傳展版、現場解而答或等認識 宣傳合法合規使用銀行卡的重要性或必要性 活動期間,該行共開展專題宣傳活動46次 受潮十萬人,本部通訊員汪曉雄。